先找到这个安装程序 2.0.5.15-build9 算机 它又会出现中文 还有英文 我们选中文 确定 我是安装在C盘 这个文奖里面 好 再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按一下 好 再点击下一步 完成了 好 完成了 就会出现一个快捷方式 这里 把它打开 OK 安装好了 但是需要换一个license文件夹 一般我都会发license文件夹给客户 好 我的lash的文件夹 是放在 刚刚我们看到了 我是安装在C盘 好 这里面 OK 好 放大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文件夹 对 它之前是没有的 但是你只要把它直接拷贝进来就可以了 我把它那个 剪切掉 我放桌面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C盘 不是啊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这里面 安装好是没有那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 这个license文件夹 直接 我可能是放这里面了 错的 我们再弄一遍 好 我们就直接粘贴复制 复制 OK 粘贴 OK 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也关掉 重新打开 在这里 重新打开 好 然后我们再倒一个 随便倒一个步进去 等一下哈 这步进有点大 倒进的有点慢 好 OK 打进之后的话 就会有这个 卖个地址 如果说我刚刚没有把那个license文件夹放里面去 他就没有卖个地址 没有卖个地址就不能升级 现在就可以升级了 嗯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就可以升级了 就这个完成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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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